上這一班小巴士前進南投荷歡山 三十九歲的無姓司機 開了這一路6658A的公車路線 因為山區低溫濕冷 眼前起霧的狀況 對他而言或許是挑戰 無論起霧下冰降雪 其實開這條路線的無姓公車司機說 最具挑戰的則是山區落石 因為最突發也最無法預測 負責這條高山路線的公車司機吳中彥 他深知路線從低海拔 一路會開到高山的三千多公尺 就怕有人會高山正發作 所以還隨車帶上了氧氣瓶 要搭上這條特殊路線 熟門熟路的乘客也都知道 要先做好功課 還有看那個管制的時間 知道這班公車一天只有行駛 我們知道 我們不知道 我們本來是預約下一班 但因為看起來真的不會下雪 我們就先搭這一班離開 到了冬天就會切換完 乳上雪線的這一路高山公車 乘客得把握好時間搭乘 因為一天只有三個班次 錯過了不是得長時間等待 不然就是得自行設法下山